自2021年开始 真人秀成了综艺节目里的中流砥柱 观众十分乐意在综艺里看到明星的真实性格 因此有些明星借此洗白不断圈粉 可也有些人暴露出隐藏在光鲜亮丽皮囊下的另一面 那么有哪些明星在真人秀里翻车了呢 我是女演员 这档演技节目自开播以来引发无数吐槽 尤其是郑元昌 先是在分班环节中 郑元昌对选手的态度全凭个人喜好 给出的理由诸如 这些话不仅让观众觉得他在选飞 就连同台的刘涛也委婉地提出了疑问 其次节目组放着众多环珠格格的经典片段不选 特意挑选了湘飞被强迫这一另类情节 而郑元昌在集体面前示范时 不仅对该学员上下其手 结束后还对他说 我对你身体上面触碰都只仅限于表演 虽然节目组为此配闻到为艺术折腰 但台下的导师都已经看萌了 众多女学员更是摆出了不忍在看 纷纷回避的表情 有些明星适度开车觉得有趣起真实 可也有些明星把开黄枪当成了幽默 比如火星情报局里 嘉宾温雅穿了一件高开叉裙子 站起来后前锋等人不仅盯着他看 更是不停挑衅着他 闲时缺之前大喊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 但更过分的是 田园前锋等人纷纷让他跳着 高抬腿着 以及倒立着发言 好不容易调戏完 等到温雅开始讲话 就坐在下方的薛之谦也一直回头看 惹得硬彩儿大声喊道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 讲话的时候看着对方也是一种尊重 说起在综艺里人设翻车的明星 韩庚一定榜上有名 毕竟在那个台广中 沾沾自喜的说骗同学和不明液体的 以及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借走同学电脑后 私自卖出的全都是他 还有24小时节目里 引证完美装扮成情节女工 使自己的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 可这时韩庚突然发飙 怒踹了引证两脚 虽然都是面带笑容的踹 但明显可以看出下脚不轻 好在大鹏在一旁阻拦 后来引证讲话时 韩庚还要不解气的排他一下 对此粉丝虽然澄清过 嘉宾们的关系全都很好 打打闹闹也是正常的 但还是有观众表示 可这两脚看着都疼 而和韩庚一样 曾经同属于Super Junior的刘献华 也在综艺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槽点 在综艺穿越霸厨房里 熊戴琳和米克 虽然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为对方吃东西 当时米克刚蒙上眼睛 刘献华就把自己的鞋子袜子脱下 然后放在米克的鼻子下面 本以为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 可紧接着刘献华再次抬起脚 向旁边施眼色 而黄磊瞬间明白了他要做什么 便往他的脚伤撒了一把调料 胡海群和李子峰也在一旁 帮他保持平衡 随后就在米克张嘴时 这一行人直接把脚往他嘴里送 恶作剧结束后 虽然黄磊胡海权等人都乐不可知 可对于这个片段 所有观众看得皱起了眉头 后来虽然粉丝成亲或 刘献华有过缩回脚的瞬间 而且米克虽也曾表示 这些都是综艺剧本 但观众对于 众多明星合作给素人喂饺的画面仍旧难以接受 自维密一摔后 许多网友调侃到 西梦瑶从模特圈摔进了娱乐圈 毕竟从那之后 他就不断参加综艺 可与此同时 他又在节目中暴露了无理又傲慢的性格 在游戏真人秀《王者出击》里 他被王家尔淘汰后 一心想要复仇 后来找到机会 便一直逼迫王家尔吃辣椒 尽管王家尔一开始就告诉过他 自己对辣椒过敏 但西梦瑶不为所动 硬是要他将辣椒吃下 无奈之下 王家尔只能强认真披了一口 随后便马上大汗淋漓 蹲在了地上 但西梦瑶几人 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甚至对此觉得神奇 文章的暴脾气是众所皆知的 早在2013年参加快本的时候 他就暴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性格 在某个游戏环节 文章对着泡沫块 找出了一个小洞 而游戏规则是杜海涛要钻过这个洞 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么小的洞根本无法通过 可文章一直用脚猛踹杜海涛 让他快些行动 后来海涛也只是说了一句 我钻另一个肯定能过 文章便立刻大发雷霆 不仅连声质问 更是突然拿起铲子 砸了一下泡沫块 令人震惊 同样是快本 管晓彤最大的黑点也发生在这里 当时他和马思纯同台宣传电影 在橡皮筋谈脸的游戏环节 其他嘉宾全都把握好了分寸 没让任何人受伤 可轮到管晓彤的时候 他把橡皮绳拉到最紧 然后松手 马思纯的嘴巴 立刻肉眼可见的红肿了起来 甚至不可抑制的流出了眼泪 管晓彤虽然在当时表现出了抱歉的样子 但在随后的游戏里 他同样没有任何让步 在爬坡缓解 他把即将登顶的马思纯硬生生扯了下来 两人随即扭成一团 而管晓彤既没有顾及现场有许多男士 也没有想到综艺节目现场会有无数摄像头 他用力的拉下了马思纯的领口 引得现场嘉宾都忍不住呼喊 就这样 虽然管晓彤一度成为国民闺女 但批评他没素质的声音 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作为快本多年的太阳女神 谢娜也曾因一场事故引起争议 2014年黄磊带着女儿多多参加快本 节目上谢娜表演了一个魔术 但这个魔术却被多多不断拆台打假 那时谢娜做事要掐多多的脖子 这个动图一出 谢娜立刻被众多网友口诛必伐 不过后来也有观众解释了此事 其实当时多多也笑着互掐了回去 节目上的两人并无不合的痕迹 而黄磊也特意发不过解释的文章 黄晓明出道多年 一直经历着由洗白到全网黑 再到洗白的神奇过程 而这样循环往复 与他自身的低情商离不开关系 就像《中国梦之声》里 一位选手演唱的自作曲《青春》 十分动听 可作为评委的黄晓明 不但没有专业素养 甚至在镜头前直言素人女孩 长得重口味 虽然后来肯定了女孩的才华 但他对嘉宾进行相貌攻击的不得体言论 已经无法挽回 除了人身攻击 电视节目里道德绑架 同样令观众难以忍受 《中国梦想秀》舞台上 一位刚出生便被亲生父母送人的女孩 拒绝了与亲生父母相认 这本是女孩自己的选择 可周立波却指责女孩心胸狭隘 说她应该学会原谅 想想当年父母的难处 最后她还大言不惭地说出 节目一出 所有观众都认为 这种在舞台上强迫他人认亲的行为 简直是在绑架别人的人生 当然除了节目嘉宾 为了话题度刻意制造 节目效果的导演组 一样令人不止 对于杨阳为何多年以来不录制综艺 许多人说是因为花哨 但事实上 更有可能是因为2014年的行兵报道 那时包括杨阳在内的四位嘉宾 按要求进入一个不满毒气延误的山洞 为了节目效果 导演组为四位嘉宾提供了三个防毒面具 一开始面具在杨阳 于晓彤和吴岳三人手上 但毒气刚开始弥漫 便有一位嘉宾渐渐无法呼吸 杨阳注意到后 立刻将自己的防毒面具给了她 可接下来的十分钟 并没有人给杨阳提供防毒面具 最后一名教官冲进去将杨阳脱了出来 而当时的杨阳已经艳色铁青 几乎失去意识 也是这段经历 让杨阳现在还落下咳嗽的老毛病 只要关注过马天宇的人都知道 她的童年完全可以用悲惨二字形容 先是父亲抛弃妻子 随后亲眼看着母亲在自己的面前去世 就连最小的弟弟也意外走失 可她还是坚强又努力的生存了下来 成为了温柔又有力量的大明星马天宇 然而这么悲伤的一段经历 却成为了花样姐姐节目的收视密码 最后一期 节目组明知马天宇没有家人 但他们还是安排了所谓的温馨环节 看着与家人团聚的其他艺人 马天宇止不住抽气的 可是娱乐圈里像马天宇这样活生生的素材并不多 所以节目组便通过伤害人生的方法刺激观众眼球 在郭麒麟还没有大火的时候 参加《星厨驾到的他》成了节目组的下手对象 在惩罚环节里 他被导演要求用芥末刷牙 虽然他也百般推辞 但对方并不打算体谅 最后郭麒麟只能把斩满芥末的牙刷放入嘴中 瞬间拉出眼泪 这时还好秦海璐冲上前制止了这一切 并帮郭麒麟清理了脸上的芥末 后来秦海璐还在被踩时直接回对导演 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在家试过吗 类似的彭楚月也在默默无闻时期遭遇过非人对待 X就少年团刚出道时 有一个节目是和素人比拼吃变态辣的火鸡面 对此节目组看似人性化的 事先在旁边准备了牛奶 可谁知道彭楚月刚喝了第一口 就发现了不对劲 虽然主持人坚持说这是牛奶 但画面里的液体却看起来像是油漆 也有人说是丙心颜料 当时身在现场的肖战也发现了情况 他拿起瓶子仔细观察之后 震惊地说出了油漆两个字 紧接着他立刻把矿泉水递给彭楚月 让他全部喝下 这个节目结束后 彭楚月就紧急去了医院席位 而他把一条发生意外如何 急救自救的微博整整制定了两年 最后真人秀俨然已经成为明星人设的世间石 明星的真实性格如何 个人品德素质如何 即使藏得再好 也会在一些小细节里体现出来 2016年 徐薇舟因为单改剧上瘾 意识成名 但经过短暂的人气高峰后 他选择了先持音乐梦想 人气一度下滑 最后2018年 他参加了新武林大会 在某期节目的彩排过程中 徐薇舟需要完成一个贵华的动作 磕磕碰碰在此难免 但为了不受重伤影响节目效果 徐薇舟让工作人员准备了呼吸 可正当他打算戴上呼吸的时候 他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的呼吸里竟然藏有一根针 虽然徐薇舟立刻就问 这里怎么会有针 但面对徐薇舟的质疑 工作人员却只是淡淡地回应说 是尖缝插针 过后节目组还将这段藏针的经历 讲到花絮里 作为精彩的搞笑片段 视频放出后 惊怒了不少网友和粉丝 假如当时徐薇舟没有多看一眼 而是直接戴上呼吸 很难想象在他舞蹈过程中 会出现怎样的惨剧 事后节目组却仅仅表示 是检查到最不到位 态度极其不诚恳 不独有偶 黄楚月在无名之时 也遭遇过非人的对待 那年 X9双年团刚成团出道 在参加一个节目时 有一个环节是和素人比拼吃辣 吃下变态辣的火星面 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忍受 所以节目组也人性化地 在旁边准备了一瓶牛奶 可谁知道 吉拉的饮料却被节目组 换成了油漆 也有人说是屏息颜料 总之就是不能喝的东西 当时彭楚月喝了第一口 就问这个是什么 主持人却坚持回应说是牛奶 可是这瓶牛奶的质感 显而易见的不对劲 过于粘稠和明知 对袁肖展第一个发现情况 拿起瓶子闻了闻 说是油漆 接着他把矿泉水递给彭楚月 让他赶紧全部喝下 录完节目后 红楚月就去了医院洗胃 而他把一条发生意外 如何急救自家的微博 置顶了两年 节目组续一谋化的 博眼球环节毫无底线 甚至拿艺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从基建冠军到点榴南星 忘记二次会是所有人 眼中的人生瑜伽 和他成名以来的心理 令所有粉丝心疼不已 早年在上韩国综艺 Radio Star的时候 王健二透露道 曾经在练习生时期 他走进公共医室想洗澡 却突然被已经在里面的前辈掌握 对方打完后 容无其事地就走了 即使觉得委屈 但王健二还是笑着说 说完这件事后 在场的主持人还解释说 可能是你进去之后 他太惊慌了 一激动就打了巴掌 王健二有反问道 开心的话需要打得这么狠吗 值得一提的是 做了三年练习生的王健二正式出档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JYP所有的中国练习生说 如果受欺负了 来找我 我是过来人 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自己的心理 王健二极力保护着这些后辈们 类似的 因为变形机而走向娱乐圈的李红义 也在韩国受到了欺负 李红义回忆称 在训练习辛苦练习了三天三夜后 因为觉得有点难受 于是在练习的空闲时间和妈妈打电话 可他却被突然走过来的前辈无缘无故地伸了巴掌 前辈只留下了一句 训练时间不能打电话 刚开始 没有任何反驳机会的李红义只能选择忍受 但在时常发生这种事后 李红义最终选择不再忍受 放弃了练习生生活回到家乡 此外周震南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被老板伸了耳光 王子文在韩国训练生时期 一犯错误就会受到体罚 而大腿内侧的预心 让他对上厕所都变得害怕 韩庚也说 唱歌的时候 唱不好就得就着屁股挨打 如果说以上联系生都在成名前 经历磨难 那影儿就是在拥有性命后也遭受恶意 她的一见往事让她被称为史上最残女一号 2010年 杨子专门为影儿打造了电影《盗版爱情》 不请杨子亲自在剧里出演 还让黄生衣为其作配 可电影发布会当天 作为最大女主角的影儿却被拦在了发布会门口 小彩高跟鞋 妆发齐全的她却怎么都进不去会场 任凭影儿怎么解释 保安仍旧不肯放人 影儿最后只能崩溃大哭 每个明星都有低谷棋 薛志先就在节目中自爆刚成名时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火星情报局里 薛志先表示其实许多艺人都是表里不一的 并透露到 在她刚出道的时候 曾经在台上自我介绍 可她却被后边的一位主持人一直催促 还是脏话慢骂 杨迪也在刚出道时经历过非常心酸的学习 2012年之前 她还只是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曾经在一个节目上 杨迪透露过一件往事 当时她被邀请到一个节目 面对一个很大牌的艺人 那个艺人直接说她根本就是弹花一线 她指责电视台不该去拍她 汪汉也说 早前有一次颁奖典礼上 杨迪明明得了奖 但是一直到最后 节目组并没有让她上台 后来才得知 是主办方嫌弃她长得丑 当时谢娜也在现场 直接跟她说 我一定要帮你 之后很多的节目 谢娜也都带上杨迪 就这样她名气逐渐搭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杨迪一直是谢娜为自己的恩人 如今的王一博 已经是爱抖戏的天花板 但一路走来 她用了十年 早年刚出道时的艰辛 更是不为人知 十七岁的时候 练习三年的王一博 终于以幽内口成员的身份出道 就在出道不久后 一次泰国粉丝线面会的彩排期间 一名私生饭出那舞台上 向王一博泼洒了一桶红色液体 王一博被吓得僵在了原地 王一博则愣在当场 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当时盛传当时被泼的是油漆 可事实上那是动物血 虽然受到惊吓 但当时奇迹无名的他们 只能选择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杨阳在未拥有如今的人气和低位的时候 曾惨遭节目组的恶意不远求环节 2014年 录制真人秀新名报道时 杨阳等四个人被要求进入一个山洞里 教官随后会扔进四枚有毒的鹰鹉蛋 但只提供三个房东影区 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在山洞里 待尽可能长的时间 理论上 只要嘉宾轮流憋戏 光用防毒面具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一开始口罩在杨阳 与小童和五岳三人手上 但刚读息开始弥漫 张宁江渐渐呼吸不上来 杨阳注意到后 立刻将自己的防毒面具 让给张宁江 可怜人惊讶的是 接下来的十分钟 并没有人给杨阳提供防毒面具 最后 杨阳是被一名女教官冲进去拖出来的 当时杨阳四肢麻痹 面色铁青 几乎失去意识 而这段情境让杨阳 现在还落下咳嗽的老毛病 节目组设置过于危险的任务 而无法保障一人的生命安全 且没有第一时间种植录制 提供救援行为 令人寒心 青春有年二 让我们认识到了优秀的刘雨昕 优秀的业务能力 加上强大的舞台去场 刘雨昕斩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可在走红之前 刘雨昕却曾被一些人诟病 是因为刘雨昕的形象 她之前在的那个团在糊了 那时的她 每天都在痛苦与迷茫中度过 被自己无限怀疑 好在再次谈及这件事 刘雨昕已经淡然了 她说 为什么通过一个人的头发长短 跟穿着来定义一个人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应该是自由的 蔡徐坤触道时心 对她的恶意重伤 从来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现在还是因为人红是非多 那么当初还是小透明的她 也曾受到过莫名的恶意 当时的她通过不断努力 进入新东亚洲全国15强 最后成立组合顺利出刀 而等待她的不是星途坦荡 而是如同透明人一般的生活 终于等到了难得的舞台机会 但轮到她演唱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逼了脉 遭受如此不公平对待的蔡徐坤 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向队友借卖接着唱下去 好在如亲的蔡徐坤已经从抨击和诋毁中走出 实现了蜕变和成长 贾琳是如新的华语最高票房女导演 可在翻身前 她却惨遭恶意剪辑 2015年 贾琳录制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为了煽情 节目组必问贾琳母亲去世的事情 贾琳实在无法忍受 便选择赤字回去 却被节目组爆出耍大牌 节目播出后 贾琳也被贴上了好吃懒做 没责任心的标签 有人对贾琳说 你可以向公众解释 不用忍气吞声 而贾琳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理解 这里面的心酸也只有她自己明白 人为言轻 这在各行各业都是相似的 只有获得成就 才能拥有话语权和被人重视 离人才不敢忽视你的存在 其所不欲物实于人 希望所有施下恶意的人 能够换个角度替人多想一分 你们如何看待明星 如果问明星最怕什么 除了不红没作品之外 大概只剩下一个答案 那就是私生饭 私生饭 特只为了追星而侵入明星私生活的粉丝 他们行为极端 作风疯狂 也爱知名实施者一系列丑陋恶行 许多明星都曾遇到过恐怖的私生饭 私生问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从韩国到国内 只要是有明星的地方 就必然少不了私生饭 躲在暗处的他们愈演愈烈 包括弹幕限于追车 直击 蹲点 打扫扰电话等等 范澄澄曾被私生饭围堵上了热搜 当时视频一出引起众怒 视频里的私生饭气眼嚣张 隔着视频都能感受到 他语气里毫无缘由的理所当然 最以为正义的他 却满口醋鼻之语 范澄澄一句 大快人心 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王一博在人体飙升之后 私生饭的出现让他不堪其扰 他的手机满屏都是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 接了电话后 私生饭还会公然发微博和朋友圈炫耀 最后 他只能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想法 别再打我电话了 别再用我手机号去登陆软件 也别再去买我的号码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 私生饭眼里只有自私的快乐 他们无所谓偶像的痛苦 他们包车跟随王一博 万一敲踏酒店的门 甚至在车上装跟踪器 他们的爱是裹着蜂蜜的刀子 盲目 自私 无知又疯狂 肖战则选择了直接家乡川渝地区的号码 但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私生饭专门买了川渝地区的手机号给他打电话 他还因私生饭带用其身份 被恶意取消了航班 导致直到凌晨都无法登机 只能在机场等候 后来又被一群私生饭堵在酒店大厅 不得已之下 肖战只好狂奔离去 独中一大群人拼命边追赶边拍照 令人不适的事 视频中的人还在笑 似乎引以为好 人红是非多 最近张哲瀚和团队的直接信息也被泄露了 并且被反复篡改 团队第一时间向机场工作人员反应 并且报警处理 张哲瀚工作室也发声明谴责了私生饭 表示必要时将用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 陆寒私生饭顾黄牛跟车事件 曾一度闹得轰轰烈烈 最严重的是 有一次陆寒坐车去拍戏途中 直接被私生的车逼停 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事故 带着私生饭的黄牛嚣张地叫喊 我今天就不走 危及自己以及工作人员 甚至是跟车私生饭的生命安全 陆寒只能发火 大声喝止黄牛 但效果甚微 面对私生 对他们温柔 他们得寸进尺 对他们发怒 他们无所畏惧 私生饭问题仿佛已经成了一道无解的题 TFBOYS深受其害 他们出道了多久 就饱受私生折磨了多久 几年前 还是出高中生的他们 因为固定的学业课程 给私生饭窥探消息提供了便利 放学尾随 上课蹲点 甚至高考也要到现场强行续航问暖 王源曾因为私生饭事件评上新闻 他的车子被装上追踪器 在录制节目时被自量满载 私生饭的面包车围追堵截 甚至被逆行别车 其次三番撞击车尾 险量严重车祸 行为十分疯狂 杨千玺在独自回酒店的时候 总被私生饭躲在电梯里 上不去出不来 他只能躲到电梯的角落里 在他中考的时候 私生围堵 杨千玺边跑边打电话求救 2017年 TFBOYS组合发布一条微博 文风严肃 立在告诫私生饭适可而止 但近两年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 杨千玺为了演唱鬼 正在紧张的排练 却被不少私生饭躲在门口 助理胖虎只能通过微博 警告私生饭 结果显而易见 私生饭甚至爬上了窗户进行偷拍 胖虎只能在三天后 又发了第二条微博 表示如果再不走 就要公开私生饭的样貌 时代少年团是TFBOYS的师弟团 但即使有了TFBOYS的前车之间 他们的情况没有一丝好转 他们甚至可以排在 被私生饭骚扰的榜首 刘耀文被安装定位器 还曾被逼到电梯角落 私生饭在一边持续拍摄 宋亚宣住酒店 发现私生饭躲在床底 根基贺俊宁 二十几个私生饭在飞机滑行阶段 不顾其组人员提醒冲往头等舱 他们甚至溜进 时代少年团酒店的房间 坐在床上打卡自拍 找出时代少年团没吃完的零食 吃了之后拍照炫耀 最后离开的时候 还把偶像用过的口罩偷偷带走 私生饭猖狂至极 毫无底线可言 李线在2019年夏天爆火后 也在采访中爆料过 在他有了知名度之后 私生饭十分严重 比如半夜两三点 接到上百通电话 再比如健身 看电影 甚至是买咖啡的时候 都有眼睛在远处盯着他 毫无隐私可言 黄明浩因私生饭被迫无家可归 他在录制看我的生活节目的时候 遭遇了私生饭全程尾随的事 当时黄明浩因私生饭们解释 这个综艺节目是拍他一个人的生活 私生们老跟着他 他无法生活 可换来的却是私生们冰冷的一句 我们又不爱着你 遭私生跟车 黄明浩温柔相劝 别跟了 节目组有很多你们的素材 我想保护你们 可换来的依旧是私生们冷酷无情的回答 人家都能拍 就你不能拍 不仅是男明星有私生饭 与明星同样会有 就在新年羽人节当天 刚刚结束演唱会的吴轩仪到大戏场后 发现自己的三件行李被拿走了 无奈之下 吴轩仪只好发玉博求助 后来警察打电话给私生饭被拒绝 工作人员出面跟私生饭沟通了很久 私生饭才同意归还箱子 去年一场晚会上 有一男子假冒工作人员走到迪丽热巴身边 担心下跪向他求婚 迪丽热巴根本反应不过来 可以看出整个人处在发懵的状态 好在汪汉老师反应快速地抓住了该男子的手臂 大常委和刘雨宁也很快速地用自己的身体合开距离 保护了迪丽热巴 工作人员也立刻上台把该男子带了下去 最终没有造成伤害 事件一出 立马上了热搜 这位男子的微博也被拔出来 近几个月的内容都是施爱热巴 而很多线下活动中 也被拍到他经常出现在热巴身边 完全是个惯犯 好在 这个私生饭后续已经被移送至公安机关 私生问题也不仅仅是从流量时代才开始出现 早在多年前 刘雨菲曾经在活动上被一个疯狂的男粉丝扑倒 视频中可以看出 刘雨菲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自我保护的动作 就瞬间被抱住撞倒在地 这次事故不仅造成刘雨菲身体多处擦伤 她精神上也受到了惊吓 甚至让刘雨菲留下了永久性的颈椎隐患 扑倒刘雨菲以后没多久 这位疯狂的私生饭就被现场的保安制服了 有网友扒出了这位私生饭的微博 他在扑倒刘雨菲之后 竟然还发微博给自己的行为狡辩 难以想象的是 2019年 一位在机场摸景田手的男粉丝上了热搜 刚开始只是引起众人不满 但后来却发现 这个男粉丝与多年前 扑倒刘雨菲的疯狂男子十分相像 网友找到该男子的微博 他的微博里确实经常转发景田与刘雨菲 两个女性的相关内容 而他在微博里也经常提及自己有心理问题 王力宏有一个自称是未婚妻的疯狂粉丝 疑似患有妄想症 他长大八年内声称自己是王力宏的未婚妻 原因是八年前 一场王力宏的握手见面会上 他跟王力宏说几年以后你娶我 王力宏出于礼貌就点了点头 后来这个人就成了王力宏的噩梦 王力宏在的机场 饭店 表演现场 他从没缺席 每次都不断攻击骚扰王力宏 喊叫着自己就是他的妻子 大骂王力宏抛下他 除了不断的言语骚扰以外 他甚至在演唱会上用水瓶砸向王力宏 王力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砸中 但是痛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的微博账号里 每一条内容都让人感觉几倍发凉 以及著名的杨坤事件 2017年8月29日外 歌手杨坤发布了一条微博称 天天等我家门口 真要崩溃了 随后的视频中 这个私生犯大声敲门 不停说着 杨坤我喜欢你 此时是私生犯得到杨坤住址信息以后 连续三个月天天蹲在他家门口 担夜往门封里塞自己的照片给杨坤 还敲门骚扰 更是直接搬到了杨坤家楼上 后来甚至疯狂到光天化日之下 带着人去撬杨坤家的门锁 撬完一次之后 杨坤忍无可忍地报警了 但没想到的是 几天之后 从警局处来的他 仍然无所畏惧地撬第二次 杨坤有下不能回 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只能选择微博曝光这个私生犯 MSC男团的赵永新 还遭遇过拒止怪异的私生犯潜入家中 他回家后发现私人物品被人动过 看监控录像后才知道 一个私生犯不仅在家里走来走去 甚至还在浴缸里泡了个澡 韩国私生犯送爱豆精血情书 偷偶像内裤拍卖 日本人气偶像富田真油 在演出前被阴爱生恨的狂热男粉 砍了二十多刀 现场血肉模糊 虽然抢救回来了 但一切生活都毁了 私生犯究竟为何能做出 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嘴里说着我爱他 做的事情都是在伤害他 希望所有私生犯能够懂得 进一步再进一步的距离 吃鱼和南田 费心心思的等待和蹲守 是自我感动 爱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 支持他的事业 参加他公开的演艺活动 为了他做更好的自己 与他保持舞台与观众席的距离 在看一场演唱会之后 在参加一次见面会之后 在笑过哭过之后 在平平时空过好各自的生活 请理智地爱他们 不要成为让他们恐惧厌恶的人